圣歌声中 教宗方济哥走进圣彼得大教堂 主持弥撒 教宗方济哥是1300年来首位 非来自欧洲的教宗 他因为对竞争议题的宽容态度 而独树一帜 而在罗马天主教的慈悲喜年 即将到来之际 教宗方济哥赋予所有神父 正式赦免曾堕胎女性的决定权利 这是教宗让教会更开放 与更具包容性的最新做法 根据教廷在9月1日 所公布的教宗公开信 教宗呼吁教徒应该要宽恕 那些已经悔悟的堕胎者 还有替他们堕胎的人 教宗也在信中表示 他了解有些人是别无选择 也理解被迫堕胎的压力 并且说他曾经与做出如此痛苦决定 并且留下伤痕的女子谈过话 不过教廷也强调 这项改变只适用于从今年12月8日 到明年11月20日的慈悲喜年当中 所有的神父都可以正式赦免堕胎 在天主教的教议中 堕胎罪恶深重 促成或施行堕胎者将自动被逐出教会 记者读戏 陈明文编译